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那馬不停蹄,緊接著就拍這個 永和區秀朗路二段的1881咖啡店 那這間店在網路上算是蠻知名的咖啡店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跟喝喝看 那這是這一間小咖啡店正面的樣子 如果沒有錯的話,地址是寫在 永和區秀朗路二段75號 那有錯誤,我再更正 然後用餐區大概可以做個三四十個人吧 算是小小的咖啡店 然後這邊就是有一些從 古早時代的東西 好像這個電視就是以前我小時候有看過 店感覺上走的是一種簡約的風格 好,這樣 小姐,那我一位請問我可以坐在哪 在這邊 好,謝謝 好,那這個是內用的菜單 小小張的,蠻別緻的 好,那第一個好像是飲料類 好像比較特別的是柚子咖啡吧 那還有一些減餐 好,那這邊有寫就是 近代外食,每人最低消費一杯飲品 好,下一頁的飲料是 非咖啡類 好,今天應該看得清楚了齁 好,小姐那我要那個 你們現在是不是有一個很特別的水餃 好,那你們這邊是不是有一個很特別的叫做紫菜水餃 對 好,那我要點一份 好,那柚子咖啡是冰的嗎 冰的都可以 好,那我就要柚子咖啡 還有一個,你們那個是很特別的 那個吐司叫做 丹麥吐司佐奶油 好,就是用咖啡冰,你要冰的嗎 要冰的 冰的 好,謝謝 對,好,謝謝 好,那店家就是不懈受采訪了齁 所以就是 鏡頭就不帶到了齁 好,那在主要這邊就是一些 古老的小東西可以看一看齁 蠻特別的 好,那後面就還有一些小東西可以看齁 算是蠻有個性的咖啡 黑井餐店齁 好,算蠻可愛的 應該這裡面最古老的就是那個博爾家的公仔了吧 好,個人猜測這個應該是最古老齁 好,在這些就是 看起來齁 好像是貼紙的樣子齁 他有一些小東西 好,那每個角落都蠻值得看的齁 好,那這個ET的話是 我小時候外星人電影播出來過的齁 那個時候我大概才三歲齁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大叔就還是有點年紀了 哈哈 好,那大致上是這樣 這個我以前小時候有過這種玩具齁 但是應該不是同款的 就是玩具兵那種 好,那這個角落是這樣齁 小小的角落但是蠻別緻的 裡面的話還是有一點熱門音樂齁 我希望我影片不要被禁掉齁 好,這個是從裡面往外看齁 蠻別緻的小店 小姐,不好意思 那請問現在你們店的營業時間是 下午1點 每天都有嗎 禮拜四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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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蠻特別的 你們時間就是從1點開始營業這樣 對 好,謝謝 那這個咖啡機蠻特別的齁 那後面這邊也貼了很多這個小標語 蠻別緻的 那這邊還有一些這個牆上的照片 這樣子,特別齁 那後面這邊牆上還寫著這個 喔,還有微型展覽 張家哲20週年紀念活動 好,那點餐區上面這個燈泡蠻漂亮的齁 好,那這個就是店家很特別的柚子冰咖啡齁 好,那現在喝喝看 然後他們是用這個 鋼製的吸管齁 所以 有達到這個國家安全的要求 好,那現在喝喝看 好,那我把底座拿掉齁 不然這樣它太高了 然後它這咖啡色就呈現一個很漂亮的 深褐色 呃,有淺褐色有深褐色齁 好,蠻漂亮的 那現在就喝喝看 好,那剛剛店員有講說喝的時候要攪拌喔 那感覺上好像是柚子茶加上咖啡的感覺喔 還蠻特別的 然後以十分的百分比來講的話 它的咖啡香大概是三分喔 然後柚子茶的香味是三分 然後剩下是 還有一分是甜的味道喔 然後剩下是水的味道 然後感覺上的話 這個咖啡 感覺上這咖啡就像是十五六歲的小孩喔 有點大又不會太大這樣 然後很頑皮的在你旁邊跟你玩喔 講一些他們學校好笑的事情這樣 然後笑嘻嘻的很可愛喔 然後又有點青澀的感覺 嗯 就是女生快變女 女孩快要變女生的感覺喔 可愛,有點小迷人 但是又有帶孩子氣喔 就是我對這咖啡的感覺 然後又有點讓人招架不住 對 好,那大致上是這樣 然後咖啡香就是 輕輕的感覺喔 然後帶一點點這個果酸味 還不錯 有點 比較直接形容就是 有一點像水果茶的咖啡 這樣子 這樣可能就比較容易了解 但是感受上的話 真的是那種感受啦 然後感覺上這個咖啡店 還滿有個性的 然後也滿特別的 然後價錢上的話 大概是近是台北市的價錢喔 所以這咖啡就100多 然後水餃100 然後那個吐司是80 好,那這個吐司就好了喔 有點像是這個厚片吐司喔 然後上面加了一塊奶油 那應該是這樣吧 好,那整體就長這樣喔 好像是這個厚厚的吐司 好,現在吃吃看喔 感覺上 真的很像厚片吐司喔 那現在吃吃看 就是奶油的清香 然後配上這個吐司的香氣這樣 然後鬆鬆的 香酥香酥的這樣 還不錯吃啦 這邊蠻恰香的 蠻香酥 然後中間就軟軟的這樣 然後配上這個奶油的香味 我覺得不錯 對,剛剛這個咖啡分數我忘了給喔 分數是80分 那吐司它真的是蠻到位的 但是扣上價錢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分數是75 那個價錢上扣一點分 不錯 謝謝 等待 是不是 現在在這咖啡店出現水餃很突兀吧 他們這個是紫菜水餃喔 很特別 那現在就來吃吃看 那擺得還蠻漂亮的喔 所以我覺得 這間店還蠻酷的喔 好,那現在吃吃看 那這個水餃目前在網路上就是很燙喔 先吃一個原味的看看 然後裡面包的是紫菜喔 很特別吧 好,這個應該是目前這個咖啡店目前啊 最大的賣點 裡面包的是紫菜 然後它就是很清淡然後 很清香裡面還有點豬肉末喔 但是其實裡面豬腳是紫菜喔 好,還不錯吃 但是一顆十塊錢也是有點小貴啊 嗯嗯 好,那就是這樣 好,那各位朋友就是有機會可以來嘗嘗看 喔喔喔喔喔,那這是這個鏡頭很清楚了喔 好,那這裡面就可以看清楚很大量的紫菜跟豬肉末 所以是它這個最大的賣點喔 當然因為我剛才吃過那個四目魚肚 所以這個剩的部分會打包帶回家 吃不了這麼多 但是它口味是很特別的喔 很清爽 我個人覺得要比較常駐它的特色的話是 不要沾醬油汁喔 那我覺得它的分數是 因為扣掉一點價錢喔 我覺得分數是75分 但是不錯啦喔 好,那最後就是這個很酷的1881咖啡喔 它地址在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二段75號 是一個很特別的咖啡店喔 收費燒貴 但是老闆跟老闆娘都很有個性喔 然後店裡可以處處看得到他們有個性的風格喔 然後東西也蠻有特色的喔 就是有一點小貴 其他沒有什麼缺點 好,那這邊蠻適合情侶約會的喔 我覺得 如果你想吃點特別的東西 然後又不想跑到台北市的話 那這一間就是 蠻適合的喔 好,那各位我來就祝你用餐一塊喔 跟喝的開心 好,掰掰 好,掰掰 感谢观看